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黄蓉 快进来 快进来 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了 想你了呗 这都多段时间没见面了 怎么 对呀 一个多月了 快这边坐 这边坐 我今天专门做了几个菜给你带过来 快来看看 来 真是太谢谢了 有你爱吃的 有鹰子爱吃的 真的啊 这个 你的 哦 剩下这个三个菜啊 给我们鹰子的 真是太感谢了 鹰子那天还说 黄阿姨做的菜比四海楼的都好吃 只要鹰子馋了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我随时给她送 要不然上家里吃起也行 谢谢 谢谢 五姐 你那房子怎么样了 挺好的 几间都租出去了 我听卫东说了 说生意特别好 如果我像你一样能够多隔出几间了 可能会更好 但你知道我这个人 我懒得折腾 这套房子也是因为这个消磨时间嘛 没事干 对了 前两天我又见到薇薇安了 她手里有一套更好的房子 是吗 那套房子我听薇薇安说啊 位置特别好 而且呢又好租 还能租上架 也就是我手里没闲钱 要有钱的话呀 我肯定把那房子拿下来 你别笑啊 吴姐 干脆你拿下算了 我就算了 你别算了呀 吴姐 这套房子这么好 我告诉你 吴姐 你手里要有两套房产的话 咱们什么都不怕了 贷款仍然找卫东啊 什么利率让他给你优惠呗 我对当包租婆没兴趣 这一套就够了 那套房子特别好 你要不拿下的话 我都替你可惜 就这一套 我还是瞒着李海 自己做主买下来的 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交代呢 要再多一套 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吴姐 你还什么事都跟海哥交代啊 对啊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什么事情都不瞒着的 也不一定吧 你等一下啊 妈 又没带钥匙 我戴了 我手不空嘛 黄蓉阿姨来了 她来了 你怎么这么说话 过去打个招呼 来 你好 这孩子几天不见又变漂亮了啊 黄蓉阿姨特地炒了几个你爱吃的菜呢 请你带回去吧 英子 英子 你不爱吃阿姨做的菜了啊 我觉得我们两家还是不要走得太近 英子 干什么呀 你们大人的事 我想管也管不了 但是我请你以后不要再到我们家里来了 英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跟你家里人应该很清楚啊 英子 你怎么回事啊你 虽然我妈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不会让你们这么糊弄她的 英子 英子 黄蓉 真是对不起啊 英子 这孩子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难怪 母姐 英子没说错 我们是穷人 我们高盘不起 我们不配跟你做朋友 不是不是黄蓉 黄蓉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英子不是这个意思 黄蓉 黄蓉 我我等一下我好好批评她 让她跟你赔礼道歉啊 你等一下 这个 这是今天这个做菜的钱 你先拿着 回头我请你和卫东吃饭跟你们赔礼 对不起 对不起 老爸 这 这怎么怎么变的呀这是 这什么招牌 站不住啊 你干嘛去啦老爸 我要报复 要报复谁啊 这张照片不是让你删了吗 你怎么没删啊 我 我幸好留了一手 你要干什么呀 我要发给吴婷 不让他们一家人 永远不得安你 我不许你这么做 你放开给我 就许他们家人侮辱我 就不许我发的照片吗 谁侮辱你了 他们家大小姐 英子 不会吧 说我占他们家便宜了 以后别去他们家了 我怎么那么愿意去他们家呀我 不可能 以英子的为人 根本说不出这种话 不想贷款你就不贷呗 我又没强迫你们家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 你又上任吴婷家去了 我不是跟你说 让你别去的吗 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呀 我不许你放 魏同你真奇怪 你怕的什么呀你呀 咱让他贷款他贷了 房子他也买了 再让他买房子他也拒绝了 他有什么用啊 你怎么不想想吴姐 当初对我们的好呢 我还为他捂住了很多呢 我们是扯兵的 我谁都不牵着 你知不知道 我不许你这么做 我不许你伤害吴婷 魏同你是不是看上吴婷了你呀 说什么呢你 我告诉你方卫端 就算吴婷跟李海离婚了的话 还以刘晓宇在那排队到他呢 就你一破经理随时被降职 你给人提携你的不告 我是不告 可是我从来没做过那样的梦 而像你呀 一分钱看得比天都大 一身的油盐味加土壮味 你说什么呢你 我是一身的土壮味 我是一身的油盐味 是因为咱们家起不起保姆 我是一身的土壮味 那是因为你没本事 大手大脚的还钱谁不会啊 你有那个能力吗你 我天天在这儿生啊生啊 千语 千语 我为谁 我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你们家 为了孩子 为我 妈妈 我不要大伴 小宝宝 你爸不要咱们了 他喜欢上别人了 小宝 我 你放开我 你 是我 是我口不作言 你别动我 天 我错了 我错了 你会嫌弃我 天 我为人家做了多少啊 我身体我长想去死了 谁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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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的表现太恶劣了 妈 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你有什么原因 黄蓉阿姨他们在经济上 是稍微困难一些 情况差一些 经常请我们帮忙 这就是你看不起人家的原因 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样的 你以前可不这样啊 英子 你待人很宽容 也知道帮助别人 可刚才怎么这么势利呢 如果没有卫东叔叔帮你 你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吗 你一句话说什么好吃 人家马上做了就给你送来 你不仅不感恩 还那么恶劣地挤得别人 你都让我不认识你了 我告诉你啊 你必须去跟黄蓉阿姨道歉 我不 必须去 妈 如果不去 你就不是我女儿 小杨 五姐 您怎么来了 我是带着英子来跟黄蓉道歉的 她在吗 在在在 黄蓉 黄蓉 五姐来了 黄蓉 刚才英子对你实在是太无礼了 非常抱歉 我带她来给你道歉 是吧 这又姐 没事 你英子是孩子 我不会跟孩子计较的 是吧黄蓉 没事 我希望 我们两家还能像以前一样 你是好朋友 我们还能继续来往 一定的一定的 您看这么点小事您还跑来一趟 真是 没事 那这样我们就走了啊 不坐会儿了 不了不了 再见啊 那坐会儿小心啊 五姐 五姐 我上次跟你说 还有一套房子要投资的事 你考虑怎么样了 黄蓉 我想了 一套房子就够了 我如果有钱的话 还想做一些 其他项目的投资 所以 好吧 好 那就这样 我先走了啊 再见 再见啊 小心啊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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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英子态度也算诚恳 你就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了 是不是 你刚才不该提房子的事啊 房子她又不买 光道歉有个屁啊 是两回事好不好 买不买房子那是人家的自由 但是人家来道歉那是人家的态度 你去把炸拉了去吧 我不去 你要去你去 你快点的 这都焯了好几分钟了 这都焯了好几分钟了 喝水吧祖宗 你干吗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你喊什么呀 喊一碗 我已经把照片发到吴婷的邮箱里了 人家都跟你道歉了 你怎么还这么做 就几句轻飘飘的对不起 他能 弥补我受的伤吗 那伤你的又不是吴婷 反正他们都是一家人 王如 你太可怕了 你报复心怎么那么强啊 是 我是报复心强 凡是欺负过我们的人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以后就没有人敢再欺负咱们了 卫东 卫东 你上哪儿卫东 卫东 卫东 喂 婷婷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妈 我暂时不打算回来呢 你爸你不管了呀 我知道我爸没事 谁跟你说你爸没事的 我问过孩子了 婷婷我跟你说吧 你爸是没事 但是离还有事 怎么了 你要是再不回来呀 你的男人就被别的女人拐跑了 你知道不知道 你又来了 这次可是真的 你爸 你爸 再见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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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你爸 我爸 他就在那儿卫东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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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你爸 你爸 不好意思啊 物件你得上网了 我刚打开 这个附件你没下载了 我还没来得及 那太好了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病毒 一打开就全完了 行了 这回没事了 你就为这个跑来的 对 就是为这个事 那 那我走了 吴姐 那我走了啊 好 谢谢 对了 以后如果再有类似的物件 你千万别打开 你告诉人我 我来帮你图服 好的 那你做点儿休息吧 我打扰了 别把他一个人扔在国内 也不采取点防范措施 怎么信任山高光不远 还隔着一个太平洋 你就别问了 赶紧回来吧 再不回来啊 你的男人就被别的女人拐跑了 你知道不知道 姐 这样就没有人都伤害你了 我要订一张机票 我要订一张机票 李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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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您要的文件已经放桌上了 你今天很漂亮 来 林口姐 我求你了啊 你就一个星期好不好 就一个星期 好了 那个真不行 真不行 我们现在工作量特别大 那就一个星期好不好 我一个星期就回来 回来我给你当牛座 还怎么走都行好不好 好不好 我求你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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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别再说了啊 说得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行吧 给你一个星期的假 好好把腿锅养好了 回来给我做牛做马 好了 谢谢 小贝 你最近 这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是不是爱情滋润啊 我 我就是换了一个护肤霜 放了 什么牌子啊 独家秘质 你怎么也得试试啊 你又要出门啊 你又要出门啊 你一个星期啊 你又听起来 不是 我批评你 你说你一个老总经常无缘无故 不在港 太不合格了 不管老总在也不在 公司都能够正常运转 那才是好公司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你把所有事都交给我 我觉得压力有点大 我干脆也把老程给你派了去 做个助理吧 看展员虽说放得错误 可是他的公司上下都比较浮醒 听你的 来 打算做好了 英子 我跟小雅阿姨可能要出去几天 这么说我自由了 你一个人在家要注意安全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妈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快吃吧 小飞 最近有空吗 怎么了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啊 既然李海都要给自己放假 我决定抽出时间 好好料理一下自己的门户 我没听明白 简单的说 你有时间见我吗 不好意思啊 我要出一趟远门 失去火星吗 没那么远 我下周就回来了 那好 那我下周跟你联系 再见 好 再见 走 李海给我连升了两斤 让我给马林当助理 马林副总的位置 原来就是你的 让你给他当助理 那就是侮辱你 我跟马林 也有一笔照样算 等等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先按兵不动 等待时机再说 我觉得 你最好还是能回到 原来的位置上去 我估计我干不过马林哪 有我在 德语叫Brikson 意大利语叫Brikson 那儿最著名的是滑雪场 不过我们应该不会去滑雪吧 现在是夏天 怎么滑雪 常有骑着摩托车的小帅哥 在山谷里风驰电掣 这个我喜欢 来 终于启程了 真是不容易 来 A1534 宣券号 在A1534 宣券号 你听到大半车 飞来的搜寸号 咱们出发在 知道 我从前面楼梯上去 好 厉害 谢谢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的啊 是 是 我怎么知道你回来的 英子告诉你的吧 对啊 英子告诉 我还特意嘱咐她 别让她跟你说 这孩子真是 小飞 你是要出门吗 对 对 她要出差 反正也顺路嘛 那我就把她送过来 那我们不耽误你时间了 你快上去吧 好 那 我们走了 来 你怕醒了一点呀 你怕醒了一点呀 好 再见啊 再见啊 再见 你怎么啦 有个打上招呼吗 突然就跑回来了 嗯 怎么突然 这么突然啊 我妈非吵着让我回来 她们俩又吵着了 嗯 英子还好吗 挺好的 嗯 欢迎回家 你帮我舒适一下 我去个洗手间 我给我回家 就要去找个洗手间 你把洗手间帮你到最后 我可以让我回去 你干吗 谢谢 我会 你没有用不是 你开心 你真是什么 你没有用力 我会 喂 杨卫 你还好吧 还好 我 我真的不知道她今天会回来 我明白 对不起 杨 把你受委屈了 没事 别说了 什么都别说了 好好办你的事吧 好吗 那 那我 那我晚一点儿给你电话 把我的行李进来 你在这儿干吗 我来拿行李 疼不过分啊 那个 你想吃什么 你帮我庆祝一下 我都没事 庆祝什么 庆祝你回家 这有什么好庆祝的呢 算了 我晚上要去看我爸妈 那也好 我陪你去 不用 你忙你的吧 你忙你的 英子 妈 你们现在在哪呢 我回国了 你不是说你去旅游了吗 我临时改变主意了 想回来看看你爸爸 没什么 我就是告诉你一下 我可能一两天之内回不去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放心吧 早点休息吧 等等 怎么了 妈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吴婷回来了 跟谁也没说 突然就跑回来了 太好了 能管着你的人回来了 好什么好 我们三个人在机场撞啊 都谁啊 我 吴婷 小飞 什么 你让吴婷撞得个正手啊 我变了个家伙 也许能糊弄过去吧 你把吴婷给骗过去的 不知道啊 下边啊 你得帮我 吴婷相信你 她心里边的疑问 只有你出面才能打笑 你让我干什么呀 我不管 别的事我管 这个事我不管 不 不 不 我不管 江湖 江湖 你得帮我 帮我 你这是 你算了吧 你啊 趁吴婷刚回来 什么事还都不知道呢 赶快跟那个赵小飞一刀两断 从今往后啊 你还是完美无瑕 你得得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吴婷都回来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她老婆回来了 而且狭路相逢 我们三个人居然在机场碰见了 那你们打起来没啊 怎么会呢 然后呢 然后 他们俩就回去了 我自己也就回来了 她老婆都知道了 不知道她知不知道 什么意思呀 没听懂 当时吴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脑子一下子就蒙了 我想跑 但是我又跑不动 我只能傻傻地站在那儿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也不知道她跟我说了什么 我甚至都不敢看她的眼睛 赵飞 我说你不是怪坏女人的呸的 你就别老干坏女人的事儿行吗 坏女人得像我这样 坦坦荡荡荡 没心没肺的 你赶紧撤退吧你 不知道 还不知道呢 人都当着你的面儿 手牵手回家了 你就只能顶着大太阳 自己力打破箱子 打出车回来 你还不撤呢 我跟你说啊 这已经是本世纪 最后一次撤退的机会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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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一定有问题 你相信我的直觉 你一定要相信妈的直觉 行了 什么直觉 别听她的 咱俩就是主动作业 又有你的事儿 就算是捕风捉衣 那也要防危杜戒 未雨绸缪 妈 以后我跟李海的事儿 你就别管了 你要是在国内 妈就不管了 问题现在是 你们俩人两地分居啊 那这事儿我不管谁管哪 我跟李海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不要瞎操心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孙妈什么都没说 瞎操心呢 你不是瞎操心 来来来 这个屏幕 这个屏幕 来 你怎么来了 我放心不下你啊 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家陪吴婷吧 那你怎么办 为什么怎么办 我挺好的 没事 你真没事啊 真没事 吴婷都知道了吗 我想她 她也许什么都不知道吧 今天这种场面 傻瓜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吧 李海 我在想 就算是今天 吴婷她忽略了 但是该来的迟早会来的 我只想跟你说 如果有一天 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不管你是什么决定 我不支持你 我也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什么意思 嗯 没什么意思 李海 嗯 我真的没什么 你心啊就行 只要你这些心啊 你怎么就都行 好吗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让我利用你啊 我只是想 你必须早点做出选择 我只是想 你必须早点做出选择 好 回来了 嗯 本来啊 早就该回来 就让建国拉人 要看看什么规划 要搞得现在 好 没事 我去给你盛汤 你爸妈还好吧 你爸妈还好吧 还没药 你这是看的什么呀 没割眼啊 对不起 我 我忘了 来 那算了吧 别麻烦了 那怎么行啊 这汤 少一样做了 就不是原来的味 那反正一样喝嘛 我做的汤 必须得是完美的 你老那么追求完美 多累啊 我愿意 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啊 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没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希望 那英子一个人在那儿 你放心得下 他总得学着自己长大呀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 你 你就没什么话想跟我说吗 那个 你算了别忙了 我有点累 早点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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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多潇洒呀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已经有三年都没休假了 我今天好像没看到赵小飞啊 对 他休假了 去哪儿了 那我也不知道 不过呀 我感觉肯定是跟男朋友去度假 他有男朋友了 对呀 最近我感觉他状态不太稳定 典型的恋爱综合症 你是找他想来感谢他 感谢他 对呀 林海跟我说 这个赵小飞为了救你们家英子 自己的腿都被车撞了 怎么了 你们不知道啊 我知道一点 不详细 你的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亲爱的 我可能累得 时差没倒过来 那 借单 我去给你 坐杯咖啡 提提声 我来的 嘿 什么事是你 英子 是我 什么 现在是半夜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問你 問了什麼事 你在檢陽差點撞車的事情 你怎麼沒告訴我 我忘了 這麼大的事情你會忘 真的我忘了 我忘了 你說吧 當時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我了你去我爸爸 英子 你是我女兒 我要你跟我說實話 我